娱乐转圈圈 在时尚资源以及商业价值这一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两位主演最近还签约了很多的大牌代言 可以看得出来通过这一部电视剧张哲瀚与龚俊在娱乐圈里面确实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而这一部电视剧在前一段时间还没有正视大结局的时候 粉丝询问了如果想要看演唱会希望在哪些城市举办 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难道商和令也要重蹈陈情令和琉璃之路 也要开办营销的演唱会吗 在前一段时间演唱会的时间地点正式发布 昨天正式开售的门票在一秒抢空 可是这一个演唱会的阵容在发布出来之后 让很多的网友似乎有一些不满 在这一部电视剧的营销演唱会上面 邀请到了很多娱乐圈里面的大牌明星 前来作为演唱嘉宾 我们十分喜爱的胡夏 满舒克等 这一次都在邀请名单中 而两位主演这一次的时间却不是特别的多 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 难道这一场演唱会真的是为了营销而营销吗 不过大家想来看这一场演唱会 也一定是想要看到龚俊和张哲瀚出演的两位主演表演时间这么长 怎么能留得住观众的心呢 两位主演在作为这一部电视剧的主演之前 在娱乐圈里面一直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通过这一部电视剧成为了娱乐圈里面这一段时间的顶流明星 在很多的颁奖典礼以及时尚派对上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两位主演的出现 而在最近两位主演的影视邀约也是相当的多 龚俊和张哲瀚最近都有了新的电视剧开始拍摄 龚俊和乔星一起合作拍摄的电视剧《沉睡花园》 在最近也是曝光了很多的路透照片 而张哲瀚也一次签下了几个比较大制作的电视剧 让我们也期待一下他们会在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而《山河令》在娱乐圈里面大火 也成为了第二部被大家记住的古装单改电视剧 第一部是由王一博和肖战一起合作拍摄 出演的电视剧《陈情令》这一部电视剧 开启了娱乐圈里面的单改电视剧拍摄大潮 仅在2020年至2021年被案进行拍摄的单改电视剧就有60部之多 我们十分喜爱的很多男明星也加入了单改电视剧的潮流 对于这一类型的电视剧在娱乐圈里面大火 广电总局也一次采取了一些限制 我们十分关注的电视剧《浩一行》 也一次因为《山河令》大火的原因被推迟上线了 到现在为止 上线时间还没有正式定下来 你会去支持这一次山河令演唱会的线上付费版吗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